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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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现在世卫给个名字是要没有任何地方的 避免歧视 就叫做新肺炎COVID-19 搞到市面就很惨淡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选择了一段经文 都是讲到人生一个比较低谷的情况之下 都想跟大家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反思一下 我们怎样去面对一些人生的低谷 未必一定是因为这个肺炎的 无论是什么原因 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悠谷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它 我们选择了诗篇夜二篇 诗篇夜二篇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就不会一口气读完 不过我们如果有圣经打开这个诗篇夜二篇 不如我们一起读八节 我们一起读这个诗篇夜二篇 头的八节 预备起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 我白日呼求 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 并不住声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补助的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倚靠你 就不羞愧 但我是从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 都痴笑我 他们撇嘴 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达救他吧 我们下头再做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特别将我们当中 假如有会有 现在的心中是有很多的淡子 无论是因为这个新的肺炎 或者是生命中其他的原因 无论是家人 无论是健康 无论是职业 求你都与我们同在 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每一日 给我们信心 相信你托着我们 你与我们同行 祷告奉耶稣基督命 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经文 这段经文 我建议你思想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好像在形容诗人 去到生命的低谷的时候的感受 我觉得这首诗很生动地形容 当一个人陷入一种所谓 我们叫detection 我们今天就会说 在一个抑鬱的状态之下 那种的心路历程 而诗篇译译译译也给我们一些提示 当我们跌落这些类似忧屈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私人的形容之下 当我们跌落一些熟灵的低潮 或者一些抑鬱的情况下 我们的感受是如何的 撒旦通常会用什么的伎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制造什么的思想 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完全无助或者被遗弃的人 诗篇一开始就这样说 诗篇一到二节已经说了诗人的惨犯 他觉得他呼求神,神就不在听他说话 然后他就继续形容第三节、第四节开始说 耶和华是圣洁的,他拯救了祖宗 这个诗人明显是以色列成长的人 他知道了整套所谓的正确神恶是什么 所以他听过耶和华如何拯救摩西当时的犹太人等等的故事 他知道耶和华对列祖是很忠诚,拯救了他们 不过对诗人来说,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不出理由,但他没有列祖那种经验 耶和华恩代了列祖 但耶和华没有恩代他 而不但如此,诗人就说,但我是虫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生命去到一个光景 觉得自己是一条虫一样 不过这个诗人就觉得自己 他照镜看自己就觉得是这样 他不过是一条虫,不是一个人 如果套用今天的一些心理的词汇 就会说,现在我们听到有些人 就是当他抑郁的时候 他会有些身体自残的行为 就好像当他割伤一只手的时候 当他的身体那只手感受到痛的时候 反而帮助他抒发,就是他心中说不出那种痛 好像让他能够体会到自己那种痛 诗人大概都是这个光景 他觉得自己是一块废物 他不是一个人 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笑他 被众人羞辱,对百姓藐视 第六节 接着第八节 如果大家熟读新的 可能知道 第八节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搭救他吧 这个其实是马帝福音耶七章 会引用自己的经文 形容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人去耻笑 当一个人跌到熟灵的低潮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他 世界上唯一一个这么惨的人 没有人可以了解他 他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他好 周围的人都比他好 唯有他跌到这么悲惨的光景之下 所以他看到每个人 无论是有意无意 这些众人都在嘻笑他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形容 还是他主观的感受 不过不重要 对私人来说 最重要就是他的感受 有时候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困难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从一些不要那么极端的例子看起来 刚才我和一些童工聊天 有一个第一阵童工提到 他有一次去搭地铁 看到地铁车厢里面有另一个人 拿着两盒的面罩 于是乎全个车厢的人都看着 有两盒面罩的人 好像想抢了一盒面罩 有时候人的嫉妒 那种妒忌 没有那么严重也好 你有时候都会觉得 为什么全世界人都买到面罩 是我就买不到面罩的呢 为什么我去排队 有二千个丑 我刚刚二千零一个 就是刚刚买不到那个 我们很多时候心里的感受 好像觉得所有人都比我们好 他们又买到面罩 又买到漂白水 又买到酒精 我就什么都买不到 去到辞职都没有了 或者严重一点的情况 会觉得众人都比我们幸福 这个世界上充满很多幸福的人 这个弟兄又这么风光 那个姐妹又这么好 这个弟兄又健康 那个姐妹又快乐 有时候撒旦的攻击 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是我一个人这么惨 甚至所谓众人的攻击 当然诗人实际体会什么 我们不知道 通常诗篇都是邀请不同的人 对号入座的 但是当我们在一个低潮的时候 我们觉得被人攻击我们 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又讲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是最近我的老婆 身体有些小毛病 不多说了 小毛病 于是乎心情就不太好 于是乎老公跟我说她的小毛病 我是一个典型的老公 所以当老婆告诉她身体有小毛病 我就告诉她 这些小事而已 人到这个年纪 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其实你的健康都不差 只要你没有癌症 没有柏根性病 没有柏根性病 已经不错了 我跟我老婆说完之后 我老婆当然就说 你真是多谢你的鼓励 听完你之后 更加抑郁 更加抑郁 这个表示一来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监督 二来老公 什么时候都不是老婆的监督 不过 其实我想说的故事 就是当我们 住在困境的时候 很自然觉得 别人是不了解我们 就算别人好意 说一些安慰的说话 我们很容易 主观的感受 就会觉得 你又在说风凉话 你都不是我这个情况 你怎么知道我多惨呢 所以这个是 撒旦第一个攻击 就是觉得世界上 只有我一个人是最惨的 第二个 撒旦经常攻击我们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第九节那里 开始看 第九节那里开始说 但你是叫我出无福的 我再无怀侣 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无胎 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急烂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撒旦第二个的感受 就是一种的比较 第九节那里也说到 他曾经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 第十节说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神的所谓的恩典 或者神的尾线 不过他觉得这些都好像是昨日 甚至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 这些很过去美丽的记忆 对今天来说 对私人来说 不是一种鼓励 反而是一种讽刺 为什么当年你这样去恩待我 为什么当年我做基督徒做得这么开心 为什么今天我要面对这些困难呢 为什么你今天是不是忘记了我呢 有时人生真是很无常的 我也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纽约 试过去寻寻一对夫妇 当年我是新婚没多久 那对夫妇也是新婚没多久 那我们一起寻一段日子之后 那对夫妇就搬了 搬去了 就是从纽约搬到第二个州 过了几年之后 我就有机会 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 在纽约见到这对夫妇的太太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她回到纽约 是很偶然的机会见到 不过见到太太的时候 跟太太说回 第一 原来她搬去新的地方之后 她的老公不知为什么性情大变 所以其实她现在已经跟老公分居了 她自己一个人回来纽约 第二 就是跟很多人不好的租倦一样 她发现有了癌症 其实她在做癌症的療程 当我在看这个姊妹的时候 其实我和我太太都不知说什么 想起当年 其实不是很久之前 两三年前一起去门训论 大家去讨论的时候 很开心的 大家对那个婚姻 对双方对双方的婚姻 都通满了很多的憧憬 怎料事过几年之后 我和我的太太就继续所谓相爱 我想我们的婚姻都不错 但是这个姊妹就变成了这样的光景 其实我们跟她聊天 我们很想鼓励她 但在心里面有很多挣扎 会不会我们越鼓励她 其实她越触境情伤呢 现在她只剩下她一个人在 有时人生真的是这样的 你想回头 为什么神要今天放在我这个境界里面呢 你是否遗弃了我呢 你是否在这里耍我呢 这个可能是撒旦攻击我们第二个方法 这些人跟着第三个提到她第三个心情 也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撒旦要攻击我们常用的一个手段 第十四节开始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截 我心在我里面如蠟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牙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当中 这几节的经文 马太福音又会再引用的 也是说到用这几节的经文 来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 当然在这个诗人本身的本身 他表达一种觉得快要死的一种感觉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截 他觉得他已经临近死亡的境界 为什么他临近死亡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通常这些诗都是特意 是容许不同的人将他的感受 或者他的处境代入 不过很可能原本这个诗的背景 很可能是那个人在经历重病 不知是癌症 总之是一些很重的病 不知是否是新肺炎 所以他觉得他所有的生命力 已经好像水一样倒出来 他觉得他所有人的骨头都快要散了 你将我放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第十六节继续下去 第十八节《马太福音》引用的经文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遮够 意思是想着看着这个人什么时候死 然后就可以抢了我的衣服 诗人换句话来说 当我们去到一个低沉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甚至觉得生命很厌恶 即是觉得为什么这么烦呢 我想我们有时就算未去到想死这个境界 有时我们都会觉得生命很烦厌 我想举一个未去到这么严重的例子 不过说回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肺炎的缘故 所以学校现在知道最新的指引是三月十几日 差不多到三月中才服货 我想对一些特别是母亲 不是很多社会 很多时候爸爸出去做事 那就舒服一点 如果有些母亲 在家里面有些小的小孩被迫 重处一房 然后现在要晚上四小时 对着平时都可以回学 休息一下 现在要晚上四小时 都对着那些所谓化骨龙 可能真的觉得那个胆子 是无法接受的 可能觉得很想找个孔躲起来 或者不是躲起来 就很想跑去街上大喊 这样舒服 我想因为最近发生的情况 可能都让很多人面对很多的压力 如果是刚才说到 这些可能是有些做妈妈的例子 我的女儿又跟我说 她有个朋友 她朋友的父母都是做餐馆业的 她说她朋友的父母两个都没有了份工 当然因为最近没有很多人 不敢出街吃饭的缘故 有时候你觉得生命那种无常 忽然之间有些事情发生 就拿了你的生命力 当然私人大概说的是一些疾病 但除了疾病之外 还要说生活很多的情况 让我们忽然间 我们觉得很有把握的东西 没有了 我们觉得生命賴以依靠的东西 没有了 是吧? 假如你可以想像一个在餐馆做工的人 他现在没有了份工 可能他都觉得真是很不公平 神啊 你开什么幻笑呢? 为什么在武汉有个人 不知道喜欢吃蝙蝠也好 吃穿山甲 现在都不知道什么细菌 什么动物传过来的 可能武汉有个人喜欢吃穿山甲 那就搞到我在香港 餐馆做事的人 就连份工都没有了 武汉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做的事要害到我没有了份工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我们赖以为我们生命中很有把握的东西 忽然之间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诗人的感受觉得在这个处境里面 不如死了他就算了 当我们面对一些生命的低潮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低潮呢? 我想这个诗也给我们一点点提示 其实这个诗首先第一个提示我们的 十九节开始了 耶和说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已经应允我 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十九节诗人提醒我们 第一件事 假如你觉得生命去到一个很低谷的地方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都理你 觉得你自己又没有了生命的力量 觉得你好像现在没有得翻身 就算你有这样的感觉也好 诗人说你首先你继续来到神面前 你跟神投诉 你继续跟神呼求 要记住一样东西 即是你能够继续有力量去向神呼求的话 就是盼望的开始 千万不要放弃和神呼求 千万不要觉得神已经不理你了 很多生命中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解释 我们人是不懂得解释的 不过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 无论我们觉得生命多不公道 生命多困难都好 我们要相信一样东西 上主依然是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能够举起我们的手 向上主呼求 就有希望 假如我们连上主都放弃了 假如我们都不再去祷告了 生命就真的很困难 真的可能没有了希望 我们一天能够向上主祷告 一天还是有希望的 假如你觉得 好像上主远离离 你觉得个人都很幸福快乐 你看到陈牧师讲到 穿着很漂亮的西装 他做牧师真是很基督徒 我这个觉得很多投诉去基督徒 之类之类 就算你有这种感受也好 要记住 其实你不是一个很差的基督徒 明白吗? 就算你觉得很多的失望 你对神很多的投诉 这个不代表你是一个很差的基督徒 或者代表神不想见你的儿女 这个只是表示 你真的在生命中面对一些东西 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有些事情发生 对一个人可能是很困难 对另一个人可能是很容易 好像我说过 就是我的老婆 就是最近的事情发生 就是她都会对一些肺炎的事情 比较忧虑的 就是她的身体可能敏感一些 我试过在街市买东西 就是买一只鸡回来 她吃完就肚子了 所以她说以后买白切鸡 千万不要在街市买 我这个身体游泳又不快 其实我不懂游泳 走又不快跳又不高 不过胜在好像什么都能吃 我吃街市的东西都没有肚子 所以你跟我说 对身体上的忧虑 我没有很大的感受 但是这些问题 对我的太太困扰比较大 那是否代表我给我的老婆属灵呢 其实不是的 只不过每个人 因为有她过去的路 所以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能禁了一个按针 自然就会产生很大的恐惧 不要放弃神 也不要放弃自己 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或者觉得自己做基督徒做得这么差 要相信神想听我们的声音 就算是投诉的说话 就算是我们觉得很无力的说话 神都是想听我们真正的声音 我们去到上主面前呼求 第二样东西 翌日节开始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经威耶和谣的人都要赞美他 当然诗人 在原本我们说这些诗 可能最初是有一些 联拜程序里面用的都不一定 所以诗篇夜二篇 第二夜一节 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那里明显是一个转折来的 上面是投诉下面就开始 就是已经应允我了 接着就是一些所谓赞美的说话 当然在实际的生活之中 就没有这个诗 好像这么简单 因为他要做一个 Liturgy的一个处境 所以他比较简单 但是无论如何 夜一节要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还有弟兄姊妹 这里指弟兄 当然我们今天就会说弟兄姊妹 诗人要我们记住 就是换句话 当我们处在一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通常的反应就会说 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 但是诗人就要 叫我们提醒自己 不是的 这个世界上 有人会明白我们 有人都好像我们类似的困境 当我们譬如去到一些 做错了一些事情 我们会觉得 世界上没有人好像我那么懵 好像我那么傻 其实我的经验 可能都是其他人的经验 我们要找人和我们分享 当然要找一些适合的人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你很怕吃错东西会肚窝的 举个例子 你走来和我分享 可能我都给不到你很多的安慰 不过不要紧 你就找另一个姊妹 如果你是一个姊妹 就像我老婆 你就和我老婆分享 他就可以和你一起安慰一些 多些安慰 因为他明白你的忧虑 反过来说 我可能忧虑另一些东西 我可能忧虑中国政治发展 你想谈谈这些东西 你找我谈谈 如果有什么淡子的时候 其实都很愿意和你一起去祷告 只要你愿意找一个 当然不是叫你随便在电话宝 拔出来 找一个你在团契里面 你相熟的人 或者你找一位传道人 可能我的辅导技巧未必是最好的 陈牧会更加好的 吴牧也很好的 我要找一个传道人去谈一下 或者找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去谈一下 总之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相信 是有人愿意听你的困局 有人愿意跟你一起祷告 有人愿意跟你分享 你只要伸出一只手 神就会借着其他弟兄姐妹去鼓励你 最后 夜五节开始说 就是我要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天卑的人必得饱足 尋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当然第二夜五节 我说过这个诗人 诗篇本来大概是一个崇拜里面的 用的一些诗歌 所以他比较是 Fast forward 将人生发生的事情 让他快速前进 所以很快就去到赞美那里 当然我想在实际的生活之中 我们在困局的时候 是未必那么容易赞美得到的 不过诗人提醒我们 耶六节 天卑的人必得饱足 尋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差 诗人提醒我们 就算在困局之中 我们不要经常看那些困难 反而就是要尝试在这些困局之中 看看有没有一些我们还可以今天得到的东西 还有没有一些美善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 谦卑的人在这个处境里面 这里谦卑未必一定跟人说 我不行的 我的IQ又低我又傻 不是说一大句谦卑的话 这里谦卑的人 是指那些能够谦卑地接受现在的环境 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态 尝试改变我们的心态 不是去数一下到底环境有多少的限制 而是尝试去问一下 在这些困难之中 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好的事情 我可以做的呢 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态度 去接受这些这样的环境的限制呢 譬如举个例子 说回最近的处境 那才算了 我讲过 因为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停货了 那些小孩子就在家里面 有时候都会带给父母很多的压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那其实就多了一些亲子时间 以前做那个爸爸妈妈的 可能一来小孩子在学校 经常要读书 读完书 接着有很多课的活动 接着妈妈 可能一些如果可以带小孩子到处走的妈妈 就会带她去学琴 学芭蕾舞 学游道 学N这样的东西 可能现在什么都没了 学又没得回 什么班都禁止了 那就不如这样 那爸爸妈妈在家里 如果有时间 有时间爸爸妈妈又要工作在家里 家中工作的话 那就找些时间 跟子女聊聊天 相信陈牧师都不会介意的 比如最近 我跟我的女儿打过麻将 不过不赌钱的 纯粹玩的 打麻将 没赌钱的 所谓在家里面 一起做一些 家庭活动 来加深家里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生有很多遇到困难的事情 其实可能是让我们时候去停一停 等一等 正如我说过 刚才提到 有些人因为遇到最近的经济的情况 可能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 不过当我们面对这些经济压力的时候 也是时候我们安静下来 在神面前 问一下自己 到底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的依靠是生意兴隆 我们的依靠是我们很有赚钱的能力 还是我们的依靠是真的耶和华 真的相信生活有困难的时候 反而是让我们经历神如何与我们同行的时候 我想我都以这个小小的故事结束 我其实都是一个 讨告不是很长气的人 通常我都是说话说完就算了 所以讨告通常都是短的 不过我曾经人生 一个最讨告逼切的时间 其中一次就是 我很N年前 我去纽约的唐人街 去教那帮十多岁的青少年 教他们暑期英文班 我选了那帮最矮的那帮去教 那帮只有五个人 但是那五个人 已经教到我 他们是完全没有兴趣学习的 他们是心里面有很多埋怨的 他们觉得他们父母很不公道 将他们中国带到美国 他们中文又没学得好 英文固然学不成功 在学校被人歧视 他们很不喜欢他们父母 虽然他们父母是觉得为他们好的 但是他们总之来到 就被人家抖 被人家笑 所以他们来到 我这个基督教机构 搞的暑期班 其实他们是一个发泄的机会 又造反 又不听话 又说话又不尊重我等等 在那段时间我想 那段是我人生一段最祷告最迫切的时间 每次上课之前 真的要跪在这里求神给我力量 那时候我在Princeton 读博士班的 你跟我讲stochastic process 你讲一些数学理论 我就没得去碰 这五个人怎么没有碰他 真是没有苦 但是我觉得那段的经验 也都真的告诉我 就是有时当人越无能的时候 其实就越看会神怎样牵着我们的手 能够走过这些艰难的道路 看回头 那个暑假其实是一段的日子 学习我 即教我学到 怎样靠着耶华去走路 因为有那个暑假的经验 其实我后来出来木会 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的 有很多人制的技巧 其实我都要学 但因为有那个暑假的经验 带给我一些的鼓励 就是在困难之中 其实才能最体会得到耶华的信实 希望在这个新肺炎的环境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会遇到什么困难 但愿我们都能够去到上主的面前 谦卑地去到上主面前 跟上主说 神亮在这个光景里面 有没有一些美好的事情 我能够做得到的 我要学习什么倚靠你的功课 我要学习什么和人分享的功课 让我们去到上主面前 这样去呼求的时候 我相信在困难之中 也是一个学习 与上主同行的一个时间 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去到你的面前 求你去帮助我们 当我们觉得孤单 没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相信主耶稣 你明白 你知道 当我们觉得生命的淡子重度 无法再去负担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相信 是你托着我们 你扶着我们在沙滩上行 你是那一箱的脚印 你承托起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走下去 让我们这份信心 让我们看到你信实的实在 这样去祝福支持我们